其实最近天气冷啊 大家来看看我们的独家画面 要带您掌握的是在台北的龙山寺这边 我们知道庙宇都有点光明灯 可是这边太离谱了 农历春节的光明灯 其实可能要在一个月之后才会来点 但是现在已经有人在这边排队了 而且前些天我们知道 清晨的低温都只有是34度而已 大家不会寒冷啊 就在这边排队 有人24小时站缸 有人就躲在塑胶布里头 睡在人行道上 就担心有人拿板凳来插队 大家这么的辛苦 就是为了来抢钱1000个名额 而从开始排队到现在才三天的时间 号码已经排到1300多号了 大雨下不停 深夜12点多 正是夜深人静的时间 龙山四外的墙边却格外的热闹 有些人在巡逻 更有一群民众躲在塑胶布后面 射缩在墙角 他们可不是游民 而是前来排队点灯的前程民众 请问一下你们在排什么 点光明灯的 音乐才开始点吗 过年对啊 今年比较夸张 一个月就在排 每年都这样吗 每年没有这样 没有今年都那么夸张 为了点灯 风雨无阻在墙角挂起了防风的塑胶布 全身包得紧紧紧 眼睛盯着排队用的小板凳 就是怕有人会插队 而仔细一看 龙山四外的小板凳 已经在人行道绕了三圈 画面超壮观 而明明庙方已经挂了布条 请民众不要来排队 发放号码牌时间还未定 而守候的民众 还是不分白天黑夜 24小时站岗 大家一起 共同的大家认识的 一起都没有排这样子 已经排到几号了 已经1300 1000多了 1300了 1300 我怕第一天排不到 没来站岗的 已经排到了签名之外 民众为了点灯 个个都拼了 因为民间习俗 香火越是鼎盛的庙宇 点灯特别灵 而龙三四的种类又特别多 大展的最为抢手 一展要价2000块 小展的600块 不过民众仍趋之落物 而从10年开始 排队领号码牌的等待天数 从4天暴增到去年的12天 今年连何时发号码牌都没谱 排队的民众 提前一个月就开跑了 排队的人 人家来排得那么辛苦 你说啊 那么早来排 你说可以排 哇 如果那不是更乱了 很为难啊 这个是真的没有 庭阳方私下透露 怎么劝导都没有用 十分的无奈 而这样冒着寒流排队点灯的奇观 似乎也显示着台湾人 在不景气当中 更需要信仰的慰藉 谢谢